它當初在發售的時候 就是全球的就是五千顆 那就是五千顆 然後它每一個盒子上面都有它的序號 這是有序號的啊 對對對 哇塞 連球都搞序號 嗨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是雪兔 今日有沒有發現有一個 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沒錯 我忘記戴帽子了 我把它放在桌下 本次呢 我們來到了一位 在林口這邊認識的 大哥的家中 為什麼會來到這邊來做拍攝呢 因為我從他的口中聽聞 他也是喜愛收藏寶可夢玩具的人 我本來想說寶可夢玩具呢 再怎麼樣子 也就幾千塊錢而已 更貴的就是卡牌 因為卡牌它的價值呢 就是越老舊 你可能到幾十萬幾百萬都有 所以在我的認知當中 最貴的寶可夢的東西就是卡牌了 但我沒想到玩具竟然也可以到上萬 有一些像是絕版手環啊 那也可以到幾千至萬 可是目前已經沒有任何一個 寶可夢玩具有到萬元的 他所收藏的這些寶可夢球呢 我聽到幾顆都是過萬的 我就想說 欸 怎麼會這麼的貴 所以我就想過來這邊一探究竟 歡迎這一次的主人公 馬克呢 他其實之前是有在 文社那邊會看到 因為我們其實在那邊認識的 那時候是在打卡 然後他說 他在我後面嘛 我們就有在聊天一下 然後後面才得知說 他是做了一些知名的公司 然後我們就是 欸 有後續的交流 現在才知道說 他原來是一個玩具收藏家 在這邊我想詢問一下 這一些寶可夢球給你們看一下 裡頭最便宜的是哪一顆 最便宜的 其實最近發的都算便宜啦 這一顆是最新出的 就算戀愛球 或是有人叫甜蜜球 跟他講一下 這一個球呢 其實他並沒有可以收服寶可夢的功能 他就是單純的來去做一個造景 有沒有哪一顆可以拿出來看看的嗎 都可以啦 喔 我看一下這一個紀念球好了 那時候我在蝦皮上面有看到寶貝球 一顆賣3000塊錢 所以如果這個以最原價的方式 一顆是賣多少啊 100到110美金左右 那確實一顆就是3000多塊錢 然後裡頭呢 就會告訴你說 欸 你買的是一顆紀念球 它上面會寫說是什麼樣子的球種 底部你打開來的時候會 它有升高 我記得好像也有光是不是 這球超有重量的 它自己底座會發光 它有做觸碰的面板 所以說你只要碰它 它就會亮 喔 長按一些裝飾它會變 變不同的顏色 該不會它是每一個寶可夢球都有不一樣的顏色吧 看球的本身的設定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這樣子打開來 有沒有感覺到非常的神聖 這一顆球呢 因為它現在就跟我們在買 大家如果知道我們這邊在玩那個寵物模擬器 所以每一支的價格呢 也差不多兩三百美金 可是因為這些球種出了之後 會再版嗎 還是說就是沒了 目前不太會 就是買完了就差不多就不會再去出了 現在比較昂貴的事情 就是大家最喜歡的大思巧 這個怎麼說叫做最昂貴啊 第一個就是說 它目前沒有再版的跡象 那另外的話 它當初在發售的時候 就是全球就是五千顆 那就是五千顆 然後它每一個盒子上面都有它的序號 這是有序號的啊 對對對 哇塞 連球都搞序號 我以為只有寵物有標籤 沒想到連球都有序號 欸有 它這個變成那個紅色的 1比1打造就是真實的感覺 就是模擬真實的那個精靈球 精靈球 那這種精靈球 如果真的丟在那種寶可夢身上 我覺得寶可夢大概一半慘了 差不多 它每一個都有一個這個樣子 這個是4285號 對 我的天啊 這一顆我想問一下 多少 台灣比較少人賣 那在eBay上面的話 大概都已經飆到 大概快2萬塊台幣以上 2萬 我覺得我們之後 也開始來去做收藏門就如何 它確實 如果有一個比較好的造景 或者是像這種可以放玩具的地方的話 這種球這樣子一列的擺開 是非常的壯觀 而且它的球還沒出完吧 還沒出完 目前擁有11顆 總計的球種有到多少顆來的啊 好像會是9到30出頭 那它才只不過出了三分之一而已啊 每一年會大概發4顆 也就是說一季有顆 那為什麼只有大師是限量 就當我意識到就是說想要收這個球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在幾年前出了 第二個的話因為它是限量版 那它全球只是8-5千顆 然後每一個盒子都有它的序號 只有大師球有限量嗎 目前看起來是 但是因為有一些 有一些球就要看看它 當時發售的數量有沒有賣 這個球很有意思就是 它有些球 它不見得是在全球發售 它有些球是歐洲才賣 我就是例如說 可能這顆球是歐洲賣的 那我就必須要找歐洲的 那個online的shop去買 所以你已經先把這一個 寶可夢球 現在目前可以買到的都買到了 對 目前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會想要買一顆 但我覺得現在我去買的話 都就是吵架 沒錯 這就是我們要的 哈哈哈哈 為什麼Mark當初會想要買這些球 其實我本來對寶可夢也不是那麼清楚 那主要是因為 後來自己有開始接觸寶可夢高雷的那個遊戲 然後再加上也慢慢認識PTCG的場合 再慢慢對一些寶可夢周邊開始產生興趣 那本身又是喜歡收藏一些公仔的遊戲 寶可夢的一些相關的周邊 就開始引起興趣這樣子 你會不會怕這些東西 不小心被小朋友給摔到啊 目前是還好 因為 目前我小朋友還滿聽話的 就不是讓他們碰的東西 他們比較不會碰 這個 非常的昂貴 可能再放個十年可以當嫁妝 你知道嗎 這盒給你 這盒要五十萬 寶可夢這個IP 我覺得最厲害的地方是 就是他很傷情 官方呢 勇於突破又很會去做金銀 也會來去做風險控管 他不會讓他自己的負貧呢 持續太久 所以我相信五十年 不要說五十年那麼久啦 可能我們還有下一個二十五周年 就是五十周年的寶可夢的紀念日 這些玩具在那個時代 也會是個非常天價的東西了 這也是為什麼最高價的那個噴火龍 有到千萬耶 一張有到千萬耶 而目前最高價的是有破億的 而這一些種種跡象就可以告訴我們說 寶可夢其實也是一個另類的投資啊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去做 怎麼去想 可能因為MARK的關係 所以我會想去看一下 有沒有其他可以讓我去收藏寶可夢的玩具 只是這種球種呢 它的做工是非常的好 而且手感也很極佳 現在才去收解我怕有點太慢了 好像你不會齁 目前價格還可以啦 那如果是我的話 我應該就是想要大師 高級 超級 跟一般的球 這四顆收到就好了 可是大師球呢 先買吧 因為大師球這個在後面 我覺得只會越高價它不會低價 這些玩具在台灣其實還沒算火熱起來 在亞洲地區都還沒火起來 把我猜 比較沒有 目前大概 因為它目前販售都是在那個Pokemon Center 呃 美版的商店嗎 日版也有 日版也有 只是可能就賣完 就是它就是出一批賣完 然後它就不會再翻 這樣子 日版的應該是搶不到 都要抽籤 我們可以看這個 其實它還有 它還有這個 這是萬代之前 我有想買耶 縮小版的 不是在寶可夢球呢 在還沒有變大之前的那個縮小版本嗎 對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它 也算是等比了吧 這是它 我記得它是掛在妖精 確實也差不多是個大小了 因為它不是按一下就會變大 這一顆呢 按下去並沒有什麼LED的光 它是那個糖果盒 哈哈 想不到嗎 糖果盒 可是它那時候有出禮盒嗎 後來它出了單顆單顆以後 它有出一個禮盒盒 這個就是 雞大成 對 第一個系列 那這個盒子你可以看到 這一盒要多少 你買多少錢 你還記得嗎 3000多塊 因為它整個盒子 可以跟 我們當初在買的那一些 PZG的禮盒有得比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上面的字樣的質感 還有盒子的那個硬度 那這個禮盒 做都還不錯 大哥你的寶可夢的收藏是 目前是以這一些來去做主要嗎 就是球跟這一個 對 精靈球 你看一下 它現在目前出的這個是 超級 然後這是什麼啊 油油嗎 對Friend的 這個是貴重球 其實我已經有點忘記貴重球了 我們還有看到什麼 剛剛一開始介紹的 甜蜜 可以增加親密度的 剛剛看到的這個是 紀念球 以及這邊有 黑暗球 在黑暗球的話 我記得是在洞穴裡面 捕獲加成吧 這一個抓神獸最強的東西 我覺得到後面 仙基球有點做壞掉了 您不予否認吧 後面有幾代版本 你只要能買得到仙基球 你一定會先買 最後面還有可以先投球的這個設定 然後你會發現 仙基球比什麼球都還厲害 高級球 我真的覺得高級球可以買 所有球種我最喜歡高級 因為我覺得高級球的配色是 耐看 而且又有一股那種高貴感 可是如果真的要先優先買第一顆球的話 我會想買就是高級球 真的嗎 金釘球 一般的 最經典的 其實我覺得這一種球種可以都搞限量 那可能真的是會超貴的 會超貴的 這一個是 治癒球 抓到了之後它血量會回滿 目前的話 球種就是上述這幾種 然後我也只能說 它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啊 而且我很喜歡那個就是觸碰 觸碰就會閃亮的這種 等一下回去買好了 回去看一下 Ebay那個高級球是多少錢來的好了 那你下次就可以在後面看到 那個血色的背景突然多了一顆高級球 我這樣高興可以來到 MARK大哥家中看到這個傳奇性的玩具 你能想像這樣子的玩具賣了一百多枚 完全沒有拿到手上 其實是不知道它的質感還有份量 可能賣到四千我就覺得說消成貴了一點 它甚至是把這個價錢拿捏得很剛好 推薦各位可以來去購買看看 一季只買一顆的話 不會 其實還好啦 跟你的電話費差不多 在限量這一塊的話 應該也不會有哪一顆就可以搞限量 我覺得大師球之後可能就比較少 那各位如果想要去搜索這一些寶可夢球的話 剛剛有講在寶可夢中心 倘若已經絕版了 就請去Ebay那邊找吧 接下來的那些寶可夢球呢 就靠你來去把它全部收集 假設29顆 然後現在出了三分之一 我們就是四顆為一年的話 那少說也還要五六年才可以搜滿全部 對 在這裡其實不只有寶可夢這一類型的玩具 我雖然沒有看到小瑪莉 這裡是一個玩具庫好不好 我就先不把這邊全部都曝光了 我們還是要給這個家中 也留意一點點的隱私 那感謝Mark大哥 如果你們想要看到更多關於玩具介紹 或者是有一些比較稀有的玩具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給雪兔 也可以透過粉專來去聯絡雪兔 我們現在目前做過這種玩具的獨特 就只有你們兩個 第一個是前面這一位 然後再來就是Mark 當然我後續我會想要知道說 有更多的那種收藏人 他們所收藏的這些各個行業都行 因為這些東西呢 其實我覺得很有意思 我也很想理解這個玩具的背後的事成 就是一切的一切都很有興趣 那訂閱雪兔才可以看到更多影片 我們記得下支影片再見啦 各位掰掰…